經濟部的那個再生能源管理條例的執法 我們最近就會趕快去 所以你們在520之前 我剛剛所條例的這些的項目當中 到底有多少項可以送到我們立法院來做什麼 這是一個對於你能源政策負責的一個表現 執法的部分是到立法院來做廢案 那執法的部分我們最近 最主要是屋頂太陽光電的部分 是 我們非常關心有關於碳費收費的這些草案 那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在520之前這些法案不送進來 但是我們卻急著要來做店家的漲條 我覺得這部分是全民非常關切的 我先請問一下 目前來說我們當然知道 這個台電我們即使是在2023年 虧損我們補了500億 但是呢 他還是預估有1985億的虧損 而且今年預估可能還會再繼續 還要再虧損1000多億 是不是這樣子 是 原因就是因為 這一個國際燃料價格上漲嘛 那如果你講到所謂的綠電 它占我們所有現在發電的比率不高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看電價的高低呢 實際上要看現在占大部分的燃氣跟燃煤的部分 有有有來來來我們院長我們馬上了 這馬上就有台電的這個財報來了 我們馬上就可以來做一些檢討了 而且我覺得院長你不但的強調很多的部分 大家問他為什麼會虧 你特別提到的俄物戰爭 我要提醒院長去年7月的時候 俄物戰爭已經開打了 不過你在同樣的地方你告訴我們 可能預估不會漲價 這是你去年7月所特別提到的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台電的這個財報好了 這個購入的這個 所謂的電價裡面當中呢 的確院長你所提到的 越來越貴了 而且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所購入的電力當中 你會發現我們所購入的 風力發電6.7 地熱6.32 然後太陽能光電是4.88 我們所購入的當中的裡面 的確是這些綠電當中 真的是比較貴 但是呢比較便宜的 都是屬於比較是便宜的 所以我要問的部分就是 你看看我們要達到這個配比 不好意思 2025我們所預定的 50 30 20已經確定是跳票的 因為我們的部長 已經說2026年才有機會達到 但是我們再來看看數據 你看我們如果達到這樣一個 配比即使已經跳票的 2026來說的話 我們的再生能源還要增加11% 然後呢我們的燃煤要降低4 我只想請問 以這樣的配比來看的話 以購入電力的價格來去看 我們所購入都是比較貴的能源 所以呢我們漲價 會不會是一種常態 到底要虧要彌補多少 才有辦法彌補台電的 兩個部分 再生能源會增加 但是再生能源已經越來越多 是直接賣給民間 並不是由台電來鈍購 那特別是離岸風電的部分 他2025年完成的全部都是賣給民間 那太陽光電部分呢 現在也都陸續轉賣給民間 那因為這個是民間的企業 非常有需要 這個 沒關係我們談到明年企業 我們就繼續在討論台電的一個 虧損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如果台電的虧損問題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這跟台電要資料 他們說這是機密 我不曉得機密在哪裡 那目前為止我想請問院長 你知不知道 然後有關於我們要提到的這個 離岸風電的這個問題 目前中油投資40億 然後台電是67億 超過合企 差不多100多億 然後目前已經受到這個行政院同意 這是事實吧 要投資我們這些離岸風電的問題 這個是經濟部這邊來決定 那目前還在走程序 那原則上我們會同意他來投資 那好了 那同意的話 那很多的相關的官員還指出來 我們投資風場內部的投資報酬力 就是IRR是非常穩定的 這也是一個事實吧 你所得到訊息也是事實吧 那如果是這麼樣的穩定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這個 拉這個大費周遭 拉到這個八大行費做信用擔保呢 這個一定需要 這個不是只有台灣 所有國家在風場的建制的部分 他一定都會需要這個貸款的部分 那如果說是要來做這樣一個擔保的話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投資到底有沒有什麼一個必要性 其實院長 我在第九任就擔任立法委員委員 我在2018年的時候就特別提出來的 在這個示範風 這個示範風場得標的時候呢 我就質疑 為什麼我們要花了250億 用的是日地的末代的一個風機 我還特別問到說如何保證未來20年當中 真的可以保證還可以確保無物 結果現在風場蓋完了 我們來檢視一下他到底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好不好 我們來檢視一下結果 我要告訴院長因為我們都談到科學 目前國外認為認為風機的可用率都要到97% 你才需要來下注投標 這才是需要來做的保證的 97% 這是國外 歐洲所有的部分都這樣 可是我們現在目前為止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都創機紀錄只有56% 各位我們在過去兩年當中的只有兩個月的時候呢 才達到所謂的一些的標準 大部分的時間來說呢 我們風機的可用率是非常低的 這麼低的狀況之下 我只能說 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20%從來沒有達過97%的這樣的一個 風機的可用率 然後為什麼我們是獨步全球的低 代表政府花了很多錢 蓋了一堆不太能用的風機 委員的這個數據我回去確認 但是我的理解應該跟我的理解是有落差的 應該不是這樣子 沒有我的理解97%是國外的一個訊息 但是過去兩年過去24個月當中 的確沒有達到這麼樣的標準 而且你說民間的一個用點 我必須要提醒一下 在我們的這個我們的這個風電裡面 第三期當中 不管是來自於不同的國家 德國的來因再生能源 他要宣佈退出台灣 還有呢我們的日商也評估 也評估不符合他們公司的投資報酬率 還有更不要去講了丹麥最大的down energy 他們也是在做很大的一個評估 所以呢我只能說 很多國的這個部分是紛紛退出 而我們確實要如此的來來投資這麼大 這個是我們要特別提到的 有金針然後有一些沒有進來 所以你講了日商 日商有一個日商他確實退出 但是另外一個日商加進來 所以這個在不同的國家 他對不同的風場 他本來就有這個 我要求台電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而且趁著這個時間點 請院長可以責成他們在一個月之內 給我相關的資料 可以讓我們多一點了解 因為我們必須要搞清楚這些的源頭 因為這是一個能源最大的一個問題 我不希望一個大的前坑 要我們這些八大行庫來一起跳火坑 這是我質詢最大的一個重點 沒有問題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 讓委員了解 因為這個能源的問題是牽涉到未來我們電價 這都是完全環環相扣的 所以我也不希望這能源的這些的問題 留給我們的新任的總統 還有一大堆的爛牌子 不過這一個 如果委員講中油台電這個投資案 未來都是賣給民間的 不是給台電準購都不是 我沒有說他是給台電準購 你誤會我的意思 都是的民間 但是我只強調這樣的投資 當外商紛紛已經畫上一個問號的時候 我們這樣的投資 到底有沒有他的一個正確度 這是你們要審限評估 也請院長在最後的74天當中 你必須要好好的去做 我可以回答一下嗎 可以 那這個是外商的投資 而且外商現在對於這個風電 發電很有信心 所以他們現在也可以百分之百的賣給民間 所以呢在這一個部分 而且你那個97%的風機可用率 你的計算的標準是什麼 確實是像部長講的 我們需要去研究看看 97%是國外認為他們在任何要投資的時候 定義 可以我們就好好的用科學論述 但是我要的資料沒有要到 所以院長趁這個時間幫我要到資料來去做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 我們來互相做一個答辯 很好 在這個部分裡面謝謝 我們接下來 下面一個 因為電費問題是大家非常重視的 下面一個我們來問一下 還是很多人關心的 這個詐騙的問題 欸院長 你有沒有看過 你曾經要送出很多人的書欸 你知道你的臉也是被放上我們這個詐騙集團當中 對啊 確實 不過你的運氣蠻好的 你都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們刑事警察局幫你把它移除了 幫你打炸了 可是 我想 其實警察局對於任何這個這個社會關注的這個人士呢 都在碰到這個情況就會在第一時點上來讓他下架 但是我們確實在打炸的工作上 確實還有需要再繼續加強 因為最近在全世界這個詐騙的這個技術啊 官城出新 是啦 我們打炸其實有蠻不錯的成果 我給你一個 來來來來院長沒關係 你打造很多成果 但是我們還是要發現問題 我們來看看到底要怎麼樣解決 你不要說我昨天就接到一個詐騙在我立法院 他說我的電票沒有繳 他說要來拆我的電表欸 在立法院接到這個電話你相信嗎 而且我問了所有立法院的助理 每個人都接過類似的一個詐騙電話 我們來審視一下 你看我相信政府有決心要來打炸 但是到底成效怎麼樣 你看蔡總統打炸打擊炸欺的犯罪中心 然後呢蘇院長也成立的打炸國家隊 然後呢你成立的打炸辦公室 欸真的每個人都想打炸金額就越花越多 然後的打炸技術就越來越高超 這真的是三病三病 所以到底這個打炸的成效到底如何 你說有成效我們來解釋一下 院長我還是提醒一下 你認為說很有成效 但是你要問你會提出數據 但是人民的感受不是這個樣子喔 你看你花了這麼多錢 我現在幫你來整理一下喔 打炸的人力就是不足嗎 你看到嗎 165的專線的這麼是被打爆 你們提到我們兩個層次來看 檢查的機關的人力 目前為止還欠缺了670億 只有把你算得出來 而且打炸中心的165 說實在的 這個配備45個人 而且一年接到43萬通的電話 平均每天大概是1184通 而且每人平均接的快100通的電話 欸這個人力 我們再看下面一個 這個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比過去更多的錢 但是呢你放在這個所謂的人力的部分裡面 只佔百分之六點多 大部分都放在設備跟儀器 但是我們需要聽到親自的人 在第一時間告訴我該怎麼辦 可是你缺乏整個的配比 去放在這個地方 這難道不是因為打炸不利 一個蠻大的一個因素嗎 我想如果沒有很好的設備 要打炸更困難 那我也沒有很好的人 你也沒辦法第一時間來 讓我們知道要怎麼辦啊 但是人力跟設備 是要同時精進 而不是說我進了很多人力沒有設備 你的人力只有六點多欸 院長你人力的泡比只有這麼多欸 你現在看的是這一個 經費的佔比嘛 當然啊 所以是經費的佔比 那很多的這些軟體 像最近我舉一個例子 林北好遊 那一個例子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好的軟體 很好的設備 好啦院長 你不要再談林北好遊 我只是告訴你啊 不是說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沒有問題 好那院長你就舉這個例子 但是我只是強調 這個重點就是你人類的配 人力的配比 包括我剛剛所提到的 一個人每天要接到 上千封的電話 你已經爆掉 165的人員已經爆掉了 好不好 還有還有院長 因為時間 我同意你啦 我同意你 就是說 當我們有好的設備 那我們的人力需要來禁用 然後呢來加強 然後讓用科技執法 能夠來進行 這個我們雙方來努力 如果人力不足 我們當然會來補充 好那什麼時候來補足 現在部長內政部長 我們法務部長都在你 人力什麼時候補足 跟委員說明 我們檢查人力啊 需要檢查官助理啊 那行政院去年已經給我們 撥了100人 今年還要撥150人 所以我們會在 人力的補充上啊 能夠全力以赴啊 來做好打炸的工作 你的那個檢查官助理 你的檢查單位裡面 其實對你們是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一個怨言啊 精神還是有些的批評啊 我們現在有增加的檢查官助理 成果非常好 蛤 那個部長我還是提醒一下 真的為你們好了 不要每天說你們成果很好 當你成果了 我是說檢查官助理來幫助很大 檢查官助理的部分 但他們同樣沒有代替檢查官 他們只是在行政業務上面 畢竟他們還不是 所以他們只能在行政業務上面 那就可以分擔很多檢查官的工作 是 但是問題為止 你檢查官做得再好 但是我們人民還是覺得 我們目前打仗還是非常的不利 而且有非常多的意見 這次要跟院長好好的反應一下 你所帶領的這些的團隊 你或許告訴我你做得很好 但是呢 我們有太多的社會案件當中 人都抓回來了 你們還把它當作大內宣 結果呢 一個人被被放走 還被人家取笑說 你們根本就是拿了免費機票 是加密刷 當然是這樣 這不是我所講的 因為他是一個通緝犯 我們當然一定要引渡回來 現在還在偵辦當中 其實問題是你不能否認 很多時候你抓回來的人之後 被你們法院又法會一把他給放掉了 所以院長 你可不可以跟司法院好好的溝通一下 好 我們來溝通 辛苦的這樣抓人回來 但是我們尊重司法獨立 我們會來跟法院 不用不用急 我們會來跟司法院溝通 然後好好的跟他來協調 但是呢 我們絕對 希望這一個詐騙犯 應該要得到應有的懲罰 我們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 院長有非常多的案例 這些都是讓人民覺得非常的有感 但是我們要尊重司法獨立 我當然知道你要尊重 但是你要把問題解決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協調溝通 對啊 所以要好好跟司法院協調 不要檢警在那邊抓人 然後司法那個法官再放人 然後呢雖然今年是龍年 但你不要那麼多恐龍法官好不好 院長這很重要 這個我們同意 我們也會努力來 好啦 那你說一打仗來說的話 我要跟司法院講一下 司法院最近也很努力的 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人民都沒什麼感覺 所以你看 這個時候我剛剛問你說要留下給我們 這個新的總統是什麼 真的 這個詐騙的這個黑數也很多 你們所提出來這個詐騙的金額 88億還有很多的黑數 我們在去年齁 因為這個不法犯罪所得 就得到 查到了41億 而且攔阻詐騙的 已經有攔阻了76億 所以就116億的這個錢 因為有打炸的這個努力 所以才使得116億能夠保住 所以當然我們還要再繼續努力 你有保住一些的錢 但是你讓民眾失去更多的錢 沒有啊 你剛才講的是80億嘛 但是我 那個還有黑數 那只是我現在看到的 還是我只是看到查出來的資料 院長你不能否認還是有些黑數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黑數比以前降低很多 特別是我們165專線設了之後 因為案件進來 過去可能就像COVID-19一樣 部長 所謂的黑數就是查不到叫黑數 你怎麼可以告訴我 如何告訴我黑數是降低很多 黑數就是看不到的數字 那看不到數字你怎麼把它降低 怎麼改變很多 委員跟你報告 因為就像COVID-19一樣 過去可能確診他不報 可是因為現在有充分的管道165的話 他不只是可以這個報案 他現在還可以這個 我們變成是一個大數據 所以現在165的專線 像你剛剛在講這個通數增加 但是通數增加 對我們處理打炸的事情是有幫助 因為才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把最新的這種犯罪的手法 去跟民眾來做宣導 我知道你們都有在努力 但是很顯然這樣一個成效 連我昨天都還繼續接到這個詐騙電話 要拆我 拆立法院的電表 真是把我給嚇到了 所以這已經不是一個個案 是 因為他是無差別的攻擊 是 所以現在用AI用科技的一個方式 我只是來告訴你說 這些的部分 人民都會感受得到 所以不要是舉白旗 把這樣的一個詐騙的這個事情 又留給我們的心中的 我現在都在幫我們的賴總統在講話 好不好 那我們再來繼續看看這個成效 我們沒有舉白旗 我們現在再繼續看看成效 你看吧 包括這個部分裡面這個 我們的行政院 也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打擊辦公室 但是呢 你會看看所有的部分 包括你剛剛看到了 我們有這個整個組織的部分 裡面有內政部 有NCC 還有包括我們的經管 還有包括法務 我真的沒有看到 有數位部 有 有數位部 他是放在NCC之下面 放在NCC下面的組織 你去看他放在NCC下面 我還幫院長你來看一下 院長你不要這樣很無奈的微笑 我告訴你我都是用科學數據來告訴你 你看他是放在數位發展 不是放在這個任務 是配合NCC的組織條例下面 他做了哪些事情 幫電商上課 督促業者做這個檢測 還有包括這些 這個做些鼓勵還是上課 這不是我們數位部的一個標準 誒 部長上來了 可以回答嗎 我們不只有協助NCC 我們也有協助經管會 特別是在阻詐跟堵詐這兩件事 資訊流跟金流上我們都全力來配合 部長 他們把這個條文裡面 四個大的部會都放在前面 你是附屬在NCC下面 那不會覺得委屈嗎 你那不會覺得大家 因為你是數位部 沒有辦法在打仗裡面發揮 一個所謂一定能力 把你放在NCC下面 讓你被趕委屈嗎 我都替你委屈了 委員我們這個整個的那個圖 你不要用這個圖看 這個圖是試詐 阻詐 堵詐跟懲詐 有不同的主折的單位 但是我們數位部實際上是 跟這四個部分都有重要的情形 都有幫助 試詐 堵詐 阻詐跟懲詐 都有幫助 知道啊 數位部目前就是發生堵詐的部分 我說實在的 當初呢 我現在剛好唐部長自己上來了 我說實在的 當初你上任的時候呢 大家認為你是IT的一個天才 然後現在呢 大家對你四千萬的這個 所謂出國的旅費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 師父把你認為是我們打仗當中的是 最大的一個戰犯 你剛好上來了 我先問你 院長你對這件事情 在他昨天在交通部被質詢 師父認為在打仗的團體當中 唐木是一個最需要被負責的第一號戰犯 你怎麼樣看待 我覺得這個打仗的過程當中 剛才我講過 就是內政部通常會金管會 數位部 我只問你對唐鳳昨天一路下來 他似乎已經從一個大家最大的亮眼的明星 現在變成淪為打仗 獨立的一個最大戰犯 您怎麼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任何的戰況 打仗都有很多很多 所以你認為我們唐部長很好做得還不錯了 數位部做得不錯了 所以我每一個部長 某一個部會的首長都做得不錯 那你的條件真的比我們這些民進黨委員來了寬容非常的多 我覺得要看看哪一個項目 當然有一些某一個特定的工作上需要再改進再精進有 但是整體他們的努力為民服務的這樣的一個用心 我想我給他們都有很大的肯定 感謝他們 所以你也包括感謝 所以你覺得數位部 你覺得數位部 然後呢股票可以漲到兩萬點 還有經濟很高 部長你 你留下什麼股票漲到兩萬點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股民到底有多少 大家平均的財富有多少 股票兩萬點你要看數字背後到底是什麼 你會不會造成更大的一個貧富的差距 所以院長這個數字裡面的背後 我喜歡股票兩萬點 但是你不能因為這就表示你的你的政績 這背後代表 我們有很多其他的國家股票很多 就你會發現 這個股票漲到很多的狀況之下 不是每個股民都可以去受賄 反而是讓皮膚的相對剝奪感更加增加 我今天不跟你討論股票 或者討論打炸的問題不要給我扯太多 所以呢到目前為止你認為在這 所以唐部長 你認為昨天在一連串坡你認為你要被打炸的 數位不被打炸的不非要負責全權的責任嗎 似乎現在目前都把責任放在你身上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主責的部分包含電商客觀的來講 之前這個分期付款解除詐騙等等 但是最近五個月已經都沒有出現在165的高風險賣場 客觀的來說 我們主責的遊戲點數也大幅下降這個案件 我們主責第三方支付現在已經全面的來登陸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在我們主責的範圍裡面 我們來幫助 當然我想大家期望我做更多了 就是網路上面的廣告平台頁等等 那這個我們也願意來主責 對大家期望你更多 但是大家也給你這麼久的時間了 所以你目前只剩下74天的時間了 所以在這目前剩下時間 你是否該給我們的新任總統上任之前 可以讓我們在場的所有每一個人 可以讓我們新任總統上任之前 給我們一個更好的一個打炸 看得出最大一個成效的部分 否則你們剛剛所條例的每一個事項 對民眾來說的話 其實感受度還是非常的低的 其實我想在投資廣告上面 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是同樣一個人 他可以冒名成好幾個名人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已經送到 現在已經一讀交交委會的 電子簽章法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也很希望大院能夠支持我們這個法 電子簽章我沒有問題 所以院長最後給你的一個時間當中 我還是認為剩下74天的時間 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我剛剛所條列出來的 包括在死刑法部分的 在事件的這個部分裡面 這個時間點本期是有意見的 第二個 有關於我剛剛所要求的 在這個電架台電裡面的虧損 還有你所購入電力 還有封場的部分 也請你能夠呈現去給我 還有最重要的是 人民認為應該要在打仗層面當中 應該做好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不要一天到晚都告訴我 做了有多好多好 你說很多地方已經下架了 但是人民的被詐騙 我剛剛特別提出來了 詐騙的比數很高 黑數更高 所以大家都是在比賽技術的層面 如果人民沒有感覺 我們的溫度沒有被感受到 你太多的數字對我們來說 也是你們自己大內選的數據 不是嗎 對 所以我也一再的強調 我們現在的整個內閣 會繼續戰戰兢兢的 做好福國立民的工作 然後在5月20 能夠跟下一任的內閣 能夠無縫的交接 然後把現在八年所做的 這樣的一個好的成績 能夠再繼續發揚光大 然後更能夠使得台灣更加的堅韌 更加的溫柔 院長我最後一句話 真的下台的身影要漂亮 或許你五九的時候 你可以瀟灑轉身 灰灰衣袖不帶雲彩 但是我真的對於520要上台的賴總統 他是不是可以微笑的上台 有這麼多的事情要讓他去處理 我個人來說 還是抱著相當的一個懷疑的態度就對了 所以說這部分裡面 剩下的七十四天 我只能告訴你所帶對的團隊 請你好好繃緊神經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會好好部分 我剛剛所提到的 520之前那些的法案 請務必已經應該出門上路了 好不好 謝謝科二委員知恩的質詢 謝謝陳院長的備詢